当然大家心里想的都一样 但没想到就还是觉得很突然 最理解这种心情的是我吧 我就第一时间就想来看他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一定是很慌乱 也不会想接电话 所以就问旁边的人 他们就跟我说今天灵堂才好 那我想那就今天再来看他 我第一天就想来了 但是他们说灵堂还没有弄好 今天才好 前几天我一直觉得好像没那么严重 是不是还好 因为很勇敢已经撑八年了 也很少人撑那么久 那我以为既然撑那么久 可能就会撑过去了 有时候母爱的伟大会使她更勇敢地撑 那一直以为为什么家人忽然那么重视 当然大家心里想的都一样 但没想到就还是觉得很突然 最理解这种心情的是我吧 我就第一时间就想来看他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一定是很慌乱 也不会想接电话 所以就问旁边的人 他们就跟我说今天灵堂才好 那我想那就今天再来看他 现在主要的是看还在的人吧 这些还活着的 也年纪都大了 我想讲的是于天大哥 他一辈子算命苦耶 他年轻那么红 但就是一个人扛起一大夹子 然后年纪大了 这么爱子女 那子女又带给他一些伤痛 所以其实安慰大人 这时候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他长期只有什么 什么僵直性脊椎炎什么之类的 年纪也都大了 要好好的保重吧 大人重要吧 那他现在 他还有子女还有孙子 未来我觉得老的责任也没减少 小孩没在那孙子他可能要照顾吧 所以亚萍姐也很辛苦 应该很辛苦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有僵直性脊椎炎 那你如果不是很硬挺的话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器官会受到影响 我看他就应该是那种运动比较少的那种人吧 所以这个年龄呢 现在又没有心情没有时间保养 当然会担心 所以主要是现在的心情很重要 刚开始因为很多人关心 你们大家都关心 所以他可能一时也 恍恍惚惚惚的 等年后 人们的关心都走了 哇 这个时候思念啊 什么挫折一下子全来 所以要 就是要熬的日子还长了 对 所以他一定要 把身体健康起来 才熬得住 就是这样 加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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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